由体育署主办的ESBL 郭敏小学篮球联赛 7号举行开赛记者会 当中就有一位家乡来自南澳湘的球员代表 比后渔干 体型虽娇小 但是在防守与传球上却是气势逼人 期待能够带领球队打出佳击 我会努力去打球 然后帮学校取得好的成绩 而今年参赛队伍数量大妖精 从49队增加到88队 规模也因此扩大 体育署长期许 能将更多小选手推上全国舞台 你看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还有社会的ESBL 五级的联赛 都是非常的绵密 而且完整的 我当一个署长 看到我们南球这么蓬勃的发展 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我也勉励我们这个小球星 小球星们 以后你们都可以像大姐姐一样 让人家尖叫拍手 这次为期六天的赛事 也将于5月21号 在阳明高中 石大副中 以及台北体育场同时开打 线上也有平台 可供赛事观看 鼓励民众共同来为篮坛的明日之星加油 原是新闻 JSR麦学章 台北市采访报导 体育消息继续来关心到 第50届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 预赛今天正式开打 而独冠热门队伍 南澳国小今天以67比36的高比分差成绩 击败了台南大学附属小学 背号23号的南澳国小篮球队长 一路狂飙快攻上篮 第一节开始就带领团队 取得超过十分的领先 而台南大学附属小学 虽然努力激起直追 却仍然不敌南澳国小的快攻快投 中场是以67比36 由南澳国小取得胜利 每次拿到球 被别人包得很紧 没有人进来要求 我觉得这个需要改进 助攻好 还有篮板也好 什么都好 我们就可以赢下比赛的成果 而前站子才出了一位 从南澳国小毕业的 亚青篮球国寿罗世恩 教练表示 只要看见孩子对篮球充满热忱 就会努力栽培 我们偏乡的小学 如果在推展球类的部分的话 当然人少嘛 但是其实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天生的体能条件跟协调性 还是很多都忧郁 蛮忧郁的啦 如果孩子他那么喜欢打球 有对以后要发展打球的 有一个目标一个兴趣 那我们就尽量培养 南澳国小随味处宜兰偏乡 全校师生不到百人 但篮球队的实力可说是不容小觑 也是众多篮球队伍中的夺冠热门 原社新闻 GASIA 麦徐家用台北市采访报导 GASIA GASIA